刷水會比較均勻一點 我先稍微輕輕刷,一刷一層水下來 然後亮的地方稍微留一下 你看光從這邊來,那個可以留一點下來 可以留一點點,因為我就沒有留很多 留下來,然後到這邊讓它慢慢的變,稍微晃一點點 接一點黃折射 對 刷,刷過來 其實我水都下很多 老師你剛剛下面有噴水嗎 下面沒有噴,我就噴上面而已 然後下面會有一些乾的筆觸 然後上面讓它濕一點點 讓它上面跟下面會稍微有一些 上面濕一點 對,上面濕一點,下面乾一點 會有點不同 然後中間 這邊 這什麼時候要先磨水 肉腹需要直接化? 什麼時候? 你看這大概是差不多三點水 通常是看自己想要製造的狀況 對對對,再去做 它比較沒有那麼一定 除非你都有同樣的 除非你有都有同樣的那個 畫的方式都一模一樣 對,當然你也可以全部都先染一層 然後再做 一般都是整個先染一層 做一個同調 然後再開始舉步舉步做 這是最最基本的做法 我把花留下來而已 其他的地方 我都稍微輕輕上一點顏色 那我現在要做一些光過來的效果 那我就 就直接刷 刷過來 然後這邊的顏色 我再讓它藍一點點 但是我加一點灰色 那個 焦抖色進來 讓它灰一些 讓上面灰一點點 好 另外可以 上一點點 做一些效果 過兩 你看其實我水都用很多 對不對 所以你們在用的時候 千萬不要怕 稍微水用多一點點 所以這樣特別多耶 真的喔 都更多 其實水多一點 效果會比較好 但是就是相對上它 乾 要等它 乾會時間會比較久 久一點點 但是 沒關係 乾了以後 比較像水彩 對 因為你 你濕濕的比較有水彩的效果 跟感覺 就是大家 給大家 就是 建議就是真的不要怕水 你就不斷地染 就對了 老師你的值是185的嗎 這是那個300 300的 這是保紅 這是保紅 這不是阿趣斯的事 因為成本考量 所以要稍微 對 對 可是它好像採起來比較少炸 欸 如果你買散裝的 就 就是不要買整版的 就會比較大 保紅有分嗎 有分保護嗎 它有分180 它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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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可是 好像台灣只有200 跟300 可是你現在應該買不到200 都是只有300 而已 對啊 我記得之前有200 可是後來就再也看不到 我覺得差不多 嗯 我覺得差不多 然後下面的這邊 會有一些光影面 在下面的那個地方 我現在就可以做了 好 光影的效果 上面這樣光影的整個下來 然後這邊稍微再讓它亮一些 反正因為有的它是在水裡面 水裡面的暗面 所以這個地方 在畫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 好 葉子的地方 謝謝 好 花包 這邊有一個花包 好 謝謝 然後再疊上來 好 謝謝 謝謝 然後我會再疊 譬如說 忽然 直接疊上來 好 讓它在紙上做混色 就不要在裡面調 讓它自然顏色 有一點不太一樣的層次感 是紙上混色 對 盡量是紙上混色去做 好 然後接下來我來畫一些 來畫一點花 因為其他地方 還沒完全乾 所以 我來畫一點花 輕輕的 紙上混色 就是拿了顏料 就直接 放在畫紙上 對 用那個 四重疊的方式 直接放上去 我們需要把它調一下 才不會顏色太亮 不用調 因為你這個時候上去 因為下面有底色存在 它會自動混起來 所以你彩度絕對不會很高 這個你不用太擔心 那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 它的明暗的程度 會比較豐富 不然的話 你如果混過以後 它其實彩度就會往下降 這是濕中濕這樣 對 它一定要濕中濕做 所以這一朵也要濕的 也要濕的 這個我現在是乾的 現在是乾的狀況 我就直接畫 這一朵就會做得比較 畫得比較強烈一點點 按紅 切出來 黃色再來 再疊一些 顏色讓它珠紅 上面這邊會比較危險一點 因為還沒有完全乾 如果你有時間 你就稍微等乾一點點 再做 然後 玫瑰紅 加一點 稍微稀釋一點點 駝的地方加重一點 玫瑰紅再來 這邊擺得比較多 所以最多花不用噴石 就直接上色 對 直接上色就好 留白就好 再慢慢疊 一層一層的疊出來 這是我們的第一層 先這樣子 然後等它尾乾之後 我們再做第二層 然後我們再畫前面的這一朵 中心的地方 讓它留白 然後上兩邊 顏色稍微重一點點 好 你如果有那個 那個戲劇 那個戲劇紅的顏色 你可以拿出來用 好冰的那個 然後下面 帶黃 這邊有個影子 這邊有個影子 它的影子 按面 這裡 這朵可能要畫得比這朵 光銀面還強烈 因為這朵是屬於又更前面 又是比較 更為主角的地方 所以這朵 稍微再畫強一點點 所以光銀上面 稍微再做銳利一些 好 那剛才會有同學說 回去就是 好像東西很多 壓力很大 你就畫這樣局部就好了 不用整個畫 把花先畫好 光銀度跟後面的整個背景 地方先來就可以了 你看我就讓它暈開而已 我也很沒有 沒有說把它畫得 就是很 很謹慎 因為到這邊 顏色越帶紫 這邊顏色比較 比較有光過來 這邊比較紅一點點 然後這邊顏色會變得比較 稍微帶紫色一點點 忽然疊上來 讓它帶藍 這邊帶藍過來 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也是一樣 忽然再多一點點 好 然後 下面的 稍微把它帶下來 老師那個也是要這樣燉一下 不用 這直接拉就好 這個不要燉 好 樹才要燉 對 對 樹幹 樹枝樹幹 才去燉 好 這邊 有水 刷過來 讓它暈在一起 然後可以噴一點水 做一點水質的效果 好 我們故意來做一點這樣子的 比較 有 趣味性的效果出來 好 這邊就讓它先暈 暈掉一些 等下再回過頭來做 這邊 這邊的葉子 好 下面 暗的地方 我們必須 再做一次了 顏色上面 還好它沒有完全乾 水面底下的 光影色彩 這邊 這一堆 這邊 顏色就稍微 水多一點 再稍微淡一點 可能不會像 原來的照片裡面 那麼的 清楚 我們很多要稍微放一些 它裡面有一些 倒影上面的那個 影子在水裡面 對對對 我們那邊 可以稍微再多做一個 多做一點明暗的感覺 就水裡面的這個 感覺跟效果 加清水 加清水 上面暈上來跟底色混在一起 上面這邊也是一樣 你看 帶一點點 潘尼灰 我加了一點潘尼灰進來 讓後面稍微 給顏色灰一點點 顏色灰一點點 潘尼灰是 普魯式藍加黑嗎 普魯式藍加黑嗎 類似 類似 可以 你如果沒有潘尼灰 你就這樣加可以 然後這邊有一個水滴 然後這邊有一個水滴 蛤 這是水滴 這是水滴 這是積水 積水 積水 想說水滴超大滴 所以它是積水 積了一坨水在那邊 嗯 什麼東西 對對對 把背景喔 稍微加深一點 把畫到後面加深喔 我畫就會跑出來了 這個葉子喔 翻折過來 這個葉子喔 翻折過來 把那個修出來 翻折旁邊這邊留板 這邊留板 那這邊加深 再加一點群青色進來 讓這朵花 整體性 靠背景喔 把它 撐出來 在這個花的部分 這一朵 好 那這一半邊喔 我們稍微 帶一點綠喔 但是我要刷一點水 接起來才會好看 刷一點清水 加一點點黃澤色 顏色 顏色點一些進來 你看我紙上面 就是都會有反光有沒有 就是代表你的水夠多 你才會有這種反光的感覺 就是水要夠多 對呀你的水一定要夠多 不然你畫起來 就一定會乾乾的 所以反光是好的 是好的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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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光影面喔 畫起來 才會 才不會太乾啦 稍微洗乾一點 接下來 這個荷葉翻起來這邊 再加重一點點 加一點叛逆灰進來 對 那這邊喔 它就會有那個 倒影 倒在那個 那個水裡面 然後很強烈的 水的 光影面的效果 再 先下深的顏色 然後再用水 把它剝開 這邊 先稍微畫重一點 一樣把它的 花的部分 把它撐出來 用背景的部分 其實它背景顏色 是亮的那個 綠色 我現在不用那個顏色 因為可能會跳不出來 這邊的光影面 這還沒乾對不對 往上刷 往上刷 對 那它這邊 到這邊會比較 稍微深一點點 這一張有一個難度 就在於 這個水裡面的這些 線條 對對對 對對對 對 如果萬一 萬一乾了 噴水 噴這個霧狀的這一瓶 我們有兩瓶水 一瓶會噴起來 是顆粒狀的 那你噴霧狀的 比較均勻 阿不然你就輕輕 用排比刷水 也可以 看你覺得哪一種你比較 順手 你只要順手就可以了 老師剛才下面做效果是 顆粒狀噴水的人 對 就是不要讓它太均勻 有時候噴顆粒狀的是 不希望它太均勻 這樣畫起來才會好看 還有就是說 例如說 我要做一點點 那個水的效果 就是 點點 例如說像這裡 你就可以這樣噴 它就會 對 會有一點一顆一顆的 效果出來 那霧狀就是一片的 對 它就會變成整片 它噴起來就是均勻狀的 好 反正 大概工具是這樣 你就是稍微 認識一下 然後你就會知道 什麼時候要用 什麼樣的工具來做 好 像這個會有一些自然堆積色粉的效果 這是水彩還蠻特別的地方 有一些那個染色性顏料 就會很容易堆積這個東西 其實坊間有在賣那個 有在賣這個沉澱劑 你可以加入也會有 對 對 等我用過我再告訴大家 好我這邊喔 乾了對不對 我加一點點水 輕輕的畫 葉子 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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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來這樣子的效果跟感覺 好 那我們 這裡還沒完全乾 那我們等一下 我們先做這邊 暗面的地方 我 其實 當然是會有一個步驟一直下 可是當我們 在趕時間 我們就會 哪裡乾了就哪裡先做 會是用這樣的標準來做 這樣速度會比較不會浪費時間 那這邊有幾個小荷葉 我們用留下來 就我們第一次畫的把它留下來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小小的荷葉 然後這邊慢慢的層次拉下來 這邊有一片 那個 蓮花 要留下來 要留下來 這裡 這裡 一片 一小葉 不要 就小小的而已 很瘦的 不要把它弄不見 下面還有一小半 有時候光影很強烈的時候 邊就讓它硬一點 有時候光影很強烈的時候 這一個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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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 這邊 應該要是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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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留的是這個亮的地方 留 可以留就盡量留 然後 光影 照射下來 影子的部分 去強調光影的部分 到上面稍微升一些 普魯斯蘭 這裡 普魯斯蘭 點下去就好 不要去 不要這樣一直畫一直畫 因為會把下面那個洗起來就會變得很厚重 對對對 紙也會起毛球 就是在這個時候再畫你就點上去就好 例如說 你要加上你就點 你不需要整個一直畫 它顏色會暈染進來 不用太擔心 就是不知不覺 不知不覺 那個有時候是習慣問題 你不要一直重複這個習慣 你就會慢慢改善 其實沒有關係 就是一點一點慢慢來 因為 你說要馬上把水彩畫好 其實 除非你之前就已經畫很久 不然事實上它的確是有一個難度的 真的 謝謝老師的安慰 他講這個話 我是說真的啦 真的 真的 水彩沒有那麼簡單 花很久 對啊 除非你之前已經花很長一段時間 花很久 那你會比較容易進入狀況 我需要一點點時間 你要幾年對不對 不用啦 你如果每一天都畫很快就達到 一天花一兩個鐘就夠了 對啊 不用花那麼久 呵呵呵 一天花 其實你你你你你你又一直習慣一一直習慣 你就會 很好掌控水 對 因為你每天都畫嘛你就會習慣啦 你如果兩三天畫一次 你你習慣的就會比較 慢一點點 可是周末都不會畫 就兩天就沒去了 因為那要擺一個桌子啊 放久一點 要乾嘛 就是 然後要看看他有沒有那個改 就 最好是有一個小空間啦 你不要不要收 對 對對對 最好有一個小空間你都不要收 然後你每天就 坐下來就開始畫 你只要換水就好 換水跟洗筆療化時間 不會啦 這個比油畫快多了 比油畫是快喔 對啊 你 文化光洗筆一洗 可能半個鐘頭就沒了 光說東西你都懶得畫了 然後這邊齁 整個再加重一點點 加深 先買一張大桌子 房子不夠大 房子不夠大 那可以考慮換物啊 換一個房子 他順便可以把作品吊起來啊 現在王子很貴 現在吼?我也不曉得 那還是等水彩賣了之後再買房子好了 你這樣會沒有那個壓力? 對,這樣不要沒有壓力 不,你要給自己壓力 買掉不是啦 逼自己 沒有啦,開玩笑 其實畫高興就好了啦 先畫高興 就是你畫的過程當中你在享受這個水彩運河的那個感覺 你就會很快就進入當中了 然後這個我留下來 剛才畫的我留下來 然後加一點清水,讓它暈下來 就是那個,對對對,就這一根一根一根嘛 然後像,這一根會跑到水裡面去 把它切掉 先把它切掉 等一下我們再來做 一樣是這一根,但是我們把它切掉 然後下面這邊,稍微淡一點點 但是上面這邊,我們加深 顏色稍微濃一點點,然後加深 這邊,暈起來 一樣喔,加一點點潘尼灰 還好 嗯?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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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不好就沒辦法 OK OK 對啊 還會啊 我還跳得上跳 啊 別多找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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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會比較畫一點點喔 這張 我這張就是,挑這張是因為它的光影整個畫起來很漂亮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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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團亂 不會啊 我相信大家做得到 哈哈 哈哈 我再輕輕地再做一下 這邊不能把它放掉就不要畫了嗎? 因為重點不是在這裡嗎? 可是不畫好像又太少 其實你畫沒有關係 你畫沒有關係,但是你不要畫很重就好了 如果不畫就是不完整 嗯 有點難 嗯 會覺得太空耶 還是空 對還是空 我覺得做一點點效果會比較好看 沒關係 我們通常 畫到這樣都會有點在討價還價 哈哈 可以不要畫嗎? 哈哈 不會啦,其實 慢慢做你就會覺得還蠻有趣味的 像這個水滴啊 這邊稍微亮一點 邊緣加深一些些 但是齁 不要畫過頭喔 因為這個水滴不是主角 嗯 你不要畫得很強強過的話 那就那個 嘿 那個淑青可能會畫水滴啊 可是你不要畫過頭 哈哈 對 我知道你會這樣 但是你不要畫過頭 莫佐斯畫得很清楚 就是畫得很強烈 那水滴 那水滴 對這裡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 對 它應該算積在那邊的積水 應該不像水滴 因為水滴然後不會這麼大一顆 就是荷葉比較低的地方 對 中間積水 對 中間積水的部分 就是我們稍微做一點點 有一個水 然後這邊也有一顆 但是這顆顏色是比較 略深一些 略深一點點 像這個 其實你都可以 但是你做就是這樣淡淡的做就好 你不要做的太太重 這樣效果性就會呈現出來 好 這裡 這個 這個荷葉是屬於亮的 我現在才開始做 再一下一下就好了 一萬漫畫不要說 不行 讓你們有時間 讓你們有時間 先做 因為還是看一下你們的 畫稿啊 這樣你們回去畫會比較 比較沒有問題 那這邊會有一個洞 等一下我們再來呼 對 這邊有一個小洞 好 例如說像這樣 這樣會很硬對不對 嗯 清水 蓄上來就好 它就會蓄掉 它就會慢慢慢慢做慢慢做 我現在就同一支筆 然後去拿水 對 你如果怕不好控制 你就用另外一支筆 用水 這樣子的話 第一個齁 你再回來用原來的顏色 才不會清中又不一樣 嗯 它這邊會有很多的荷葉 小的葉子上來 一旦上來之後 你就要出現 影之花音的部分 這個就 有時候只是畫一個那個感覺而已 也沒有說要把它畫到多細 好 那我們回過頭來 因為花也是 才是我們的 比較重要的主角 所以我們花的部分 我們回過頭來修一下 我們以這個先來 那個花蕊的部分 然後留一些白 做為亮面的地方 等一下再畫的時候 等一下再畫的時候 才不會那個 加深的地方 才不會整個又混在一起 然後隔層的顏色來 稍微往下墊 點在下面的部分 有些地方 微微留一點白 下來 暈下來 好 那這個花的部分 這邊 比如說 顏色夠的地方 我們不去處理它 我們再來處理一層 然後再加重的地方 讓它再深一些 例如說這裡 好 那尾端的部分 再帶點直 尖端的部分 讓它暈下來 加重一下 好 然後這邊 下面這裡 還要一個 還要一個 有點藍 好 這兩片 後面那一片 就稍微畫 深一點點 頭的地方 略微再加重一點點 但是我下面 先下一點清水 這水太多了 等一下 好 用一點點 芊草紅 好 這邊這個白要留下來 才會有那個 不同面的感覺 清水刷下來 跟下面的顏色 稍微混在一起 然後這個交接這邊 有一個小小的影子 就是 用剛才的顏色 稍微做一下 好 這邊 沒有分 這樣不行 所以我們再把它分出來 這邊水太... 顏色太重了 稍微洗一下 稍微洗一下 這裡稍微按一點點 把這一顆 稍微再分出來 好 然後尾端這邊 加重 帶一點... 先帶一點清水進來 稍微點進來 稍微重一點 然後帶一點紅色 點進來 稍微點進來 然後這邊 有它的影子 它的影子 是比較有一點呈現半透明的狀況 因為是在水上面 這個 然後中間 帶黃 然後下面這個地方 再加重 然後接下來就是 裡面有很多的那個 在裡面 水裡面的那個 水底裡面的東西 嗯 我們剛才畫的一些乾筆 我們剛才畫的一些乾筆 齁 這個機左右兩邊也是留白嗎? 欸...你說什麼? 剛才... 欸... 左右兩邊留白 對...稍微留一點點白下來 齁 這邊齁 過來 齁...這邊是亮的 可是這邊突然又變暗的齁 老師,所以不要畫線 都要畫面對不對? 對 一定是用麵齁 就是... 你不要去勾這個線 不要 就是用... 一塊一塊的麵 這樣子 然後有個... 暗 有的麵 這樣子 對對對 亮暗亮暗 你的眼睛看到的只有亮面跟暗面 就是用這樣子去做就好 去做線條 對 因為亮暗面夾起來它就會出現線條 這樣子看起來會比較... 比較自然 比較不會變在勾勒的效果 反正你畫起來不能有勾勒的效果就對了 不要去勾它就對了 對,你不要去勾勒 這樣子 那個就會... 我們西化的觀念裡面就是盡量不要去勾勒 比如說這樣 它就會多一頁反折過來的效果 哦 要等它乾了以後再... 對 等它乾了一層一層來 你看我顏色也是用很薄 我不會下到很深 對 一層一層做 然後這個有一個三角形就是它那個... 反折 就是葉子反折下來 老師請問如果非常細的線條 也是可以用面的方式去處理嗎 呃...大致上是這樣 大致上是這樣 觀念想法的要用面的東西去做它 對 除非到非常非常的細 可是通常比較不會有這個狀況產生 那所以再細的線條也是畫出名跟愛人 然後去讓它變成面的感覺 對 盡量用面和面去夾成那條線 觀念啦 觀念是這樣 先保持這個觀念 這也是國化跟西化比較大的差異啊 因為國化會是先畫線嘛 可是我們西化不能先畫線 好像已經把水才跟國化混在一起了 對對對 因為現在 我覺得那個界線沒有那麼大的 反正你只要是用水當媒介的 通常他們你可以把它界定在國化 你可以界定在... 欸現在不叫國化 水墨水... 對對 現在比較像...現在都叫水墨 它不再叫國化了 就是水墨啊 其實水墨也比較好聽 對 因為我發現現在畫都會跟從前不一樣 不一樣 你看那個水彩畫家來畫... 沒有 那個畫山...那個山水的畫家 水墨畫家來畫 水彩也很漂亮 對 對 對 他們那個真的也很漂亮 這是不太... 只是有時候那個觀點會不太一樣 那他們應該也是拿毛筆來畫吧 對啊 可是我們也拿毛筆在畫 對啊 所以也沒什麼太大的差異 現在的新興畫家 都會創新 嗯 其實也鼓勵大家創新啊 基礎都不會 不會啊 現在就可以創了 對啊 其實不用怕啊 可能就... 就是創... 就創造創作就對了 嗯... 嗯... 創的越多 這樣... 這樣... 就會覺得水彩很有意思 比如說我現在這個有沒有... 嗯... 螃蟻拳下來 如果說... 讓它霧掉 就帶它來聽說 那就自然了有沒有 晕開這樣子 對對... 可是它還是有一條一條支 它晕開了 就類似像這樣子的效果 好... 大概畫起來的整張的效果跟感覺是這樣 就是... 有光下來的這個感覺跟效果 盡量這樣去做 然後... 至於邊邊的地方你要做到 像這個... 譬如說我只要... 輕輕的再把這個地方 再微微的加強讓它跳出來就... 就好了 也不需要做得太過 不用像它... 每個地方都做得很明顯 他沒有做他的照片 啊... 對啊... 他是照片 哈哈哈... 說得好 就是... 它這樣... 不需要這麼的明顯 就可以這麼做 然後接下來光影面啊 慢慢的再去把它... 做出來 如果說你想要再做細節一點點 像... 這邊可能不能太空 那我這邊再... 做一下 因為這邊是... 對... 又是... 比較中...中心點的部分 所以水底的部分 我就會慢慢做 然後... 做...做...做不行 那我就... 再噴一點水 讓它暈開 就噴水 慢慢暈開 慢慢重複重複 這樣去做 然後它就會... 做得... 就稍微會比較細緻一些些 有時候那個反光會看不到 所以反正那個...噴水的你隨時都... 準備起來了 像是... 有沒有... 這樣子慢慢做 一層一層就會跑出來 你看... 你如果要做的自然齁 就必須要這樣做 當然如果說... 欸...你...你...你... 很喜歡那個... 塊面狀的感覺 那你的確是... 可以一片一片畫得很清楚 沒關係 有那個... 那就是乾重複 對對...就是乾重複 一片一片很清楚 那就是乾重複 因為有人喜歡那個感覺 反正... 不管是什麼感覺 只要你自己... 喜歡的方式 你都可以去嘗試試試看 好... 大致上... 過程是這樣 細節的地方 大家可以... 再去摸索一下 這樣子... 這邊的點 就會慢慢的跑出來 水裡面會有一些小小的... 葉子 在水裡面的那個... 感覺 光的感覺 好... 到...